当地时间8月5日 京剧式话剧《爵儿》在台湾高雄首演 至此 北京风雷京剧团的《黎原三部曲》 悉数完成与台湾南部的亮相 演出当天 观众貌雨前往现场座无虚席 风雷京剧团团长松岩介绍 爵儿以话剧形式展现京剧题材故事 讲述了一位舞声演员魏成爵儿艰辛付出的历程 演绎了《黎原行》两个世代的故事 爵儿是北京风雷京剧团打造《黎原三部曲》中的第三部 2016年及2018年 该系列的前两部戏剧 网子《克斯剑一》曾在高雄演出 实际我们的冲心和我们的愿望 就是想把我们共同的祖国的传统文化 能够结合起来 能够传承下去 也特别希望台湾的亲人朋友 能够更了解我们过去的文化的体育 和美大的传承 所以说我们特意这三部曲 实际讲的也是一个传承发展的故事 此次 风雷京剧团针对台湾观众所提出 京剧元素略显不足的建议 对雪儿做出改良 剧中京剧唱段屡屡赢得观众叫好 所以这次呢 我们就特别在这个戏 当然也是没有脱离这个剧群的团结下 我们特意增加了一些真实的 剧 就是每个京剧的片段 这个场面 这是以前在话剧里没有的 表演场地 高雄市立社会教育馆馆长沈坤又说 高雄观众早前得知 风雷京剧团又将带作品赴台 表示出很大的期待 前一场的网子已经引起很大的危险 这一场其实更是的热门 这一场当我们接到讯息要来演出的时候 就有非常多的市民一直打电话 问说如何锁票 怎么进场来观赏 其实这个就可以看出 其实整个 这个已经是一个口碑的 在他看来 京话剧结合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形式 有助于年轻人认识和传承京剧 这种中华文化的精髓 其实年轻人并不见得熟悉 但是透过这样一场又一场的演出 其实融合现代跟普典文学的一个创新的做法 其实已经让我们这个大高雄的一个居民们的市民们 对于这个京剧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能够让京剧更现代化 能够让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了解京剧这个文化底蕴 它所代表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的部分 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贡献 从台北专程南下看戏的彭鸿飞 是京剧的忠实拥躬 对唱念作答等戏曲基本功课情有独钟 是的 我是专程从台北下来高雄看这场的表演 因为我对这种黎云艺术特别欣赏 虽然好像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戏曲 但是以目前来讲大家把它放在艺术这一块 并不是以一个单纯的地方戏曲为主 我想多来学习来观赏一下我们中国文化 传统的文化那种艺术 一个感受一下它这个的氛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